平行的 别一牵后 往前 往前 伸手 一 二 伸手 一 二 伸手 把手伸出来 把手伸出来 伸直 画面上的老人名叫陶金汉 今年已经86岁高龄 如今他仍然活跃在基建教学一线 每周星期二下午 他都会来到北京一家基建俱乐部 为这里的孩子做技术指导 陶金汉是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培养出的第一批基建人 六十年来 从选手到教练 再到国际级裁判 陶金汉用坚持 诠释了他相伴一生的爱国情怀 看着正在赛道上练习的小弟子 他不禁想起1966年 参加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自己 也是在这次比赛中 世界性运动会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次正式参加的国际性体育比赛 然而由于当时基建项目在中国起步较晚 所以这次比赛中 中国代表队只派出陶金汉一个人出战 我拿那个黑板架子 在那边自己练 练了后来 到了训练场地 去碰到印尼队的 印尼队他们认识 我去跟他们一块练 要我跟他们陪他们练 打花键 在这次练习中 陶金汉得知 这次运动会鼓励运动员 多参加比赛项目 原本只报了配件项目的他 在比赛组委会的邀请下 现场补报了花键项目 但是这时的陶金汉才反应过来 由于是临时参赛 他缺少可供他使用的花键 当时我去比赛的时候 是带着两把的配件 但是呢 大会允许大家特殊情况 参加别的其他剑种 配件是皮可以刺的 花键呢 只能刺 这剑头在前面 有个电链 是的 一按通了 电它就能够有效灯就亮了 这是花键 固质帮小一点 陶金汉当时 向组委会提出申请 调用大会统一位选手准备的花键 并且得到了组委会的统一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就是这柄花键 给整个比赛带来了波折 到了比赛那一天呢 我擅长了 请他把那键水 就给我送过来 送过来 一年那个教练就看见 又跟那个采访说 他的键没进过检验的 我说是大会的键 我什么检验呢 我当时就火了上来了 机箭项目中 检测比赛用键 主要是为了防止选手 通过改条键的灵敏度 而进行作弊 对手教练的行为 无疑是故意羞辱陶金汉 这让陶金汉十分气愤 这也让他失去了冷静 情绪激动 而自乱阵脚的陶金汉 遗憾地失去了一次 夺冠的绝佳机会 陶金汉及时调整心态 而这时 他听说他的对手 正在进行团体赛 他特意从运动员驻地 赶到现场观摩比赛 在现场对其他国家运动员 进行分析后 陶金汉有了底气 果然在第二天的配件循环赛中 他先后击败印尼朝鲜等国选手 只要再胜一场 他便能将金牌收入囊中 或许是天意 陶金汉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 正是他之前特别关注的日本队员 这场比试 双方你争我夺 比赛一路打到四平 这也是比赛的局点 仍然在兴奋中的陶金汉没有意识到 在这场比赛他创造了历史 他为新中国基建项目 在国际赛事上赢得了第一枚金牌 蒋台山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心里做么 哎呀真高兴 当时那国旗一生的时候 我那是树木啊 那个挺胸排头 看着看着那起上升 很激动 陶金汉 租基湖北天门 1935年 出生于印尼的一个华侨家庭 他的父亲 从小离开中国 经过多地辗转 后来定居在苏拉威西岛的一个小村子里 这个村子只有四户华人家庭 缺乏中文教育的环境 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父母决定搬家到 有华侨学校的首府地区生活 也就是在这里 他立下了一个远大志向 在那个篮球场 突然突然看到那边电影院 我就去过去看看演什么电影 我们小时候还看电影 我一看到奥运会的那个 我看他们那个场面 很感动 哎呀那个冰队很潇洒 对不对 我当时还想将来呢 我也得像他们那样 后来 陶金汉顺利升入初中 在此期间 他受到身边一些华人的影响 经常关注祖国的消息 1949年 新中国成立 听到这个消息 他兴奋异常 当时呢还50年左右 印尼就问我们呢 要选择国籍吗 我说我们选中国籍啊 52年我就想回来了 初二 在那闷了好几天 我爸看见 你在怎么让你上 我就跟他说 我想回国那些书 国家认同和爱国情怀 让陶金汉坚定决心 他要回国继续学习 在说服家人后 他和姐姐在1953年 踏上回国的客船 经过15天的海上漂流 陶金汉坐船回到了中国 1956年 他顺利考入了当时的 中国体育最高学府 中央体育学院 县北京体育大学 也就是在这里 他和基建 接下了不解之缘 在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举办之后 陶金汉一直希望能参与基建项目的比赛 但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 中国基建选手 铅有踏上世界舞台的机会 得到消息的陶金汉畅然若失 但是不久 事情又有了转折 国家体委正准为派出观察团 与国际基建联合会取得联系 而陶金汉也以观察员的身份 随团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 拜访时任国际建联的主席 皮埃尔费里 当时我们把我们国家的情况 基建的一些跟他们讲来讲 汇报了一下吧 等于是 后来他就说你们现在 你们有多少人的基建 当时他这一问 我们也准备这个叫问的 我跟那个江苏那位说了 我们说一万吧 一万 我们说这一万元 那个主席吓一跳 一万 我们没说什么时候啊 我们说一万 这不是说现在 从开始53年 54年开始练建 到现在有一万 哦 行 当皮埃尔费里 听说中国有如此之多的人 对基建项目感兴趣时 十分高兴 他当场建议中国观察团 尽早准备提出 加入国际基建联合会的申请 国际基建联合会 每年5月份开一次会 一个是他讲一下工作 再一个就是安排 接受新会员 就要表决 开晚会 说要有些会员 要参加咱们协会 中国基建协会要参加 有没有反对的 大家都记住 没有反对的 通过了 他这个表决方式 我们一听了 就我觉得心里 也挺明白的 也挺高兴的 1974年5月 中国顺利加入国际基建联合会 中国基建选手 还想做得更多 就想看到 当然什么国家都能够在 奥运会上都能够拿 多拿块钱 金牌 试试我在挂件 我这个交件呢 他们也问我 你这还这么大年了 我说 我这能能而动 这两回来回跑的路上 我也不在乎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